大家好 欢迎订个梅可达手机美人系列产品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款产品是 梅可达2015年度新开的这一个导致模块 那么这个导致模块它用的一个范围 就是手机屏幕屏幕以及一些纸张的幅度的一个成绩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说它的这一个四个幅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手机的十个角 那我们平时的话 也许大家很喜欢用手机 用那个剪的去裁剪 其实大家裁剪出来的这一个形状是不是很漂亮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借助我们的这个专业根据 来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倒角 那么它的这一个速度以及它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暂时给大家看的是 我们梅可达万能三底年生机版 三十三合一一里面的这个倒角一个高头 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退出来的 当时退出来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直接把这个幅度然后放到这个钳子上面 那我们这样去倒角 我们这样去倒角的它一个弊端是什么呢 它的一个弊端就是定位不准确 定位不准确 因为为什么 因为怎么讲 因为你没一个支撑点 所以说你导致它导出来的这个幅度是不准确的 所以说我们为了提高产品的这一个品质 以及它的这一个完美的一个方案 所以说我们进行开发了这个倒角模块 那现在我倒角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倒角按了久的这个幅度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将最尖的这一头升线于这个倒角模块的真心位置 那我们按下去 轻轻的用手按一下 那么这个幅度就已经完成了 而且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毛皮 没有任何的一个气泡的 我们在大家 我给大家在影单板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这个状态 大家看一下是没有任何的毛边没有任何的气泡的 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因为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它是直接是用这个刀口垂直于这个格子模的 垂直于格子模直接往下面切的 所以说它不存在一个毛边以及一个气泡的问题 为什么它又没有气泡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上下都是平的 所以说它是直接切的 而不是说像有些比较笨正的倒角的这一个工具 它是利用那个两个刀片相互交叉来完成这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稍微有点不准确的话 它肯定会有一些撬边的一些情况发生 比如说在手机贴膜行业里面 它不允许有这一个模的一个撬边 比如说你一旦撬边的话 你贴到手机屏幕上面 它百分之百它都会有气泡 而且你这种气泡的话是没法赶出去的 所以说在这边的话 这个模块是非常受发应的 然后的话我们在上一节视频当中 同时也对这个模块进行一些比较质量方面的一个测试 那我们有用的那些比较暴力一个测试 大家可以去向我的客服收集一些视频的一个资料 那这个产品的话就是 这个手机的话就是上一节视频 我贴给大家配合我们的机型 M8系列机型已经打孔前以及这个模块 完成了这个效果 我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大家看一下非常标准 它贴到上面是没有任何的气泡的 也就是说它我们这一套专业的根据 就能够很快的将这一个格子模 很快的将它变成一个型号模 而且贴到手机上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气泡 没有任何的一个白边 好的最后的话 教大家一个比较注意的一个事项 也就是说大家每一次倒角完成之后 每一次倒角完成之后 一定要把里面的膜 也就是它柴剪出来这个膜 这个膜渣一定要清理干净 没关系 你们正一点窍也没关系 这个产品是非常耐用的 那我们再到其他的 然后比方我们到210年的这个幅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地方便 而且它是没有任何的毛边的 好的 最后祝大家新鲜的再见 谢谢